受到以前影響幼稚的家庭的生活更加困難 面對到小孩的住職已經開始疼痛 對初北台南和府中心 連續15年跟台南遊舅合作 伴侶愛心的規模 怎麼在那18號到19號兩天 在那七大遊舅當不典開 在這兩天裡面提供了 新寧 白河 家裡 雪甲 山化中山路 龜仁 以及永康一共有七個群 我們希望說藉著我們這一次 我們極小愛能夠成為大愛 然後能夠幫助更多我們家庫的小朋友 我要特別感謝我們郵局 長年以來今年是第十五年的合作 幫我們提供場地 也提供部分的一個義賣產品 我們向府中心來做義賣 在這裡特別感謝 我想我們幫助的姻子 都很期待可以透過 這個助學希望工程 可以繼續來教育脫貧 今天上午在生涯中山路遊局 也有兩位丹青的核心 到中協中義賣 兩位核心都表示 若是沒有家庫跟全身人士 提供中學金 他們絕對不可能可以繼續達職 家庫以及助學金的幫忙 讓我在生活以及學業上的一些負擔可以減輕 在求學之路上也可以更順利的求學 這真的對我幫助很大 我很感謝家庫 很感謝家庫能幫助我們求學 以及我們生活上的負擔減輕了很多 也謝謝各位助學人 可以踴躍來義賣 可以捐款給我們的家庫孩子 北家庫的主任正社會表示 這次很感謝主委 電社區特別做技能歌來提升北起 日母親主社會 台有更欠236萬左右 邀請到社會各界共同享用 提供家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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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新聞 歡迎第一次參與彩虹報道